陳水扁的扁 阿扁啊 只有這裡有 對,童吳有,台灣沒有 這種也不可能,大陸也不可能 他這種是青魚的小孩 青魚的小孩 他現在放掉後 這個魚在海底大自然的環境 只要有下雨,很大一寸 他的魚很大一寸 他比較好名 比較適合在焗湯 阿扁,阿扁 你說怎麼煮,你再說一次 好嗎 沒有,記住就好 沒關係,你油拌在鍋裡 上面,蒜頭要拌 拌成金黃色 魚要快倒下去,然後看你要辣椒跟糖 就是拌一拌炒一場,不能炒太久 剛炒起來魚竿不好吃 你一定要放隔天 你炒隔天,怎麼炒到頭隔天的味道 隔了兩天你再去吃它 欸,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魚炒起來,第一天不會好吃 原則上,不像那種好吃 因為油也不入味 你再放在冰箱,再拌一拌 之後,味道更好吃 這算不算熟的嗎 熟的,這樣煮熟的 你如果在家裡 要摸拿去吃 這很堅用 好,來 謝謝 謝謝 他那片花很多錢 阿扁就傳到 他那片花很多錢 對阿 漂亮啦 天 對阿 我在想說,阿扁也沒幾盒 阿扁也沒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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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這裡的鮮人長兵是怎麼做的 鮮人長兵是我們婆婆做的 你婆婆做的 再來要跟我們婆婆訪問 喔,我這個吃過年了耶 阿扁,現在都要稍微去做 喔,好 我剛剛吃了啦 沒有拍到就對了 выпf 好 那我利用一樣的手機 好了嗎 好了,謝謝 我們現在生態的畫面像以前那麼好 海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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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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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生的還是熟的? 熟的 我們澎湖人很喜歡吃這樣配小黃瓜 要下酒嗎? 不用啦 平常吃就好,為什麼一定要下酒? 沒有下酒吃的 這樣要喝就要喝50個 剛好 燒酒樓 你們這裡的 對啊 要是進口的 這裡吧 兩顆 兩顆嗎?來,我來幫你用 來,試吃看看 不要 試吃看看 不可以那個 那個 治療痛風的 我不用 今天老闆娘要再示範 沒有啦 這個有來的話有預見 就 體驗體驗 這個螺要讓你們吃到飽也是困難 吃到一百顆 一百顆吃下去 沒這麼好嗎? 不會啦 這麼好是你吃不夠 其實痛風也是個人體質 你有高血壓什麼的話 都有遺傳什麼之類的 不是真的你東西食量 真的吃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我們吃這個的話會配個小黃瓜 叫做涼拌中螺 涼拌中螺 涼拌中螺 你們到餐廳的話都會出這一道菜 但是不常有 這個季節性的 季節性的 你要干貝醬什麼之類的話 你都可以 我就把它吃掉 你吃上去的話 那個爽口 你自己會感受到 你告訴別人說 好不好吃 你告訴別人說好吃 你也沒有 好吃 也沒有辦法體會到 這個叫涼拌中螺 剛剛吃他要扣上網 我們來吃吃看 吃 口感好不好 要形容一下 脆脆 好不好吃 店長你要去哪裡 店長 店長有的螞蟻 這個野生海菜 你不要噴過它的味 來噴一下 噴一下 很香 海苔味 對 這個藥廚的話兩個人的量 差不多這樣就夠了 嘿嘿 先泡個水 一、二十分之後它會發脹 中間你洗一洗 水滾的 來噴一下雞蛋 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 肚子餓可以夾麵線 這有做一碗海菜米爽 海菜米爽 你來當之後 買當海菜煎餅 海菜蛋 海盪煮魚丸湯 多功能 謝謝 這是仙人掌兵的果實 這是它裡面的肉做的 這是蜂爐茶 蜂爐茶 蜂爐茶是怎麼做的 蜂爐茶是那個蜂爐茶 我們這邊御客的食物去熬熬的 齁齁齁齁 老闆娘人很實在 老闆娘人很實在 橘島 橘島 紅虎跨海大橋 這裡離通娘古道之後 步行三分鐘 是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